先前台铁局为了保障民众乘车的安全 祭出了列车上禁食的政策 但是随着台湾防疫工作有成 国内疫情逐渐趋缓的情况之下 台铁局也表示将在6月1号起 有条件的解禁禁食政策 让民众在列车上也可以吃东西 但是吃完之后仍然需要戴上口罩 先前在4月初时台铁局为了落实防疫政策 暂时停止在列车上贩售便当 并规定民众在乘车时不能饮食 降低民众在搭车时被感染的风险 但随着台湾的防疫工作有成 目前国内的疫情状况持续趋缓 为了让民众在乘车时可以更加方便 目前台铁局也宣布将在6月1日起 有条件的解禁列车禁食的政策 只要搭车的旅客有维持好社交距离 就可以在列车上饮食 但在饮食完毕后 仍需将口罩再次戴上 同时现阶段仍是采取 不在列车上贩售食品饮料等 而民众对于这项的政策则是这么认为 那大家跟我讲一下 就是这一次6月1号之后 因为可能疫情缓解的关系 所以台铁会做 就是6月1号不限制 可以在车上吃东西这样子 对啊你觉得说这样是不是很方便 还是有什么样的想法 我觉得国内疫情虽然趋缓了 但是大家还是要落实一些防疫作为 就是洗手啊戴口罩 因为毕竟在火车上也是 算是密闭空间 然后大家也不知道谁生病怎样 大家不能掉以轻心 就是算可以吃 但我还是会戴着口罩吧 对 因为全民防疫的观念增加 让国内的疫情可以趋于稳定 而台铁局也依照疫情的趋势 开放民众在车厢内饮食 但仍需提起民众 要做好自身的防疫工作 才能确保自身安全 记者陈杰林台东综合报导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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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